接着发生了假填问卷真性侵 一名女高中生下课 却在路边被一名穿着入食的潮男给拦住 她表示呢 想要进行两性问卷的关系调查 但只问了两个问题 就以车上吹冷气比较舒服 骗女高中生上车 接着把车开往了板桥市立殡仪馆 最后呢 女学生以上厕所为游下车 相应情况把状况交给杨荣来告诉大家 杨荣请说 好 主播竟然发生假装要填问卷 实际上是要性侵的案子 那这名女高中生呢 在7号晚间下课的时候在等公车 没想到被路旁一名穿着 非常入食的潮男给拦住 那对方呢 一脸腼腆的自我介绍自己是研究生 想要配合进行问卷调查 那这名女生呢 看到男子长得不像坏人就答应了 那对方没想到只问了两个问题呢 就以车上吹冷气比较舒服的理由 骗她上车 接着呢又借口说闹去路边停车不方便 一路就将车开到板桥市立殡影馆附近 那这名潮男呢 一开始还问女高中生几岁 有没有交过男朋友等问题 那接着呢 没想到双手呢 就摸到女生的身上 进一步性侵得逞 那这名女高中生呢 假借要上厕所为由 赶紧跑下车到附近商家求救 男子看到不对劲赶紧逃访 那警方也调阅监视器呢 抓到这名男子 那这个男子也坦诚 因为她看到漂亮的女学生 才会一时抽动 利用对方单纯诱骗性侵 警方证讯过后呢 也将全案依强制性交罪 谈判 那怀疑这诚信嫌犯 可能还有涉及例外 其他的案子将扩大调查 以上现场真正状况 将镜头交给棚内主播 好谢谢杨仁 我们看到呢 这个潮男假装问卷调查 却是假装骗女高生来性欺 女生们要特别注意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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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